想要來認養一隻狗狗 陪我們一起度過今年的過年的話 有沒有一些認養人的條件呢 有 第一點就是 我們在法律上一定要年滿20歲 那如果是小朋友想要飼養的話 那可能要請爸爸媽媽 代為當作一個登記人來領養 那第二點的話就是 一定要對動物一定要是有愛 要是那種不離不棄的愛 你才有辦法來這邊飼養 然後陪牠到最後 那第三點的話就是經濟上面的考量 就是一定要有足夠的經濟實力 然後因為寵物一開始 牠們的飼養只是飼料的費用 但是後面的醫療費用是十分龐大 一定要準備好這些費用 再來領養動物之下的動物會比較恰當 那如果認養之後有一些疑問 就是不了解毛小孩的活動 就是行為的話 我們要怎麼解決呢 有沒有一些管道 第一點的話我們可以去獸醫院 有些獸醫院的這些獸醫 都可以為各位做諮詢 那第二點的話 也有一些外面有一些 寵物行為的訓練時 還可以做諮詢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台北市也有開辦 寵貓的一些訓練的一些學校 那詳情可以到我們的官網上面 去做搜尋 都可以得到相關的一些資訊 那如果想要找到這些帶任養的狗狗貓貓 除了官方網站之外 還可以在哪裡找得到呢 我們也有自己的FB 還有可以上網搜尋台北市動物之家 台北市動物之家來做相關訊息的查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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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回包�